第二項議案 廢除2009年公共收入保障令 我現在請陳偉業議員發言 以及動議議案 陳偉業議員 我動議通過議案名義提出的議案 主席這個議案就是廢除2009年公共收入保障令 涉及到增加煙稅的部分 主席我提出這個項目的時候 我要明確表明我是反對吸煙 我自己也不吸煙也不鼓勵人們吸煙 我都勸喻各位朋友特別是年輕朋友 要盡快戒煙 我提出這個議案 亦都沒有任何的幻想和遐想 我這個反對是會獲得支持 在昨天的辯論裡 主席我已經指出這個議會的虛偽 這個議會的荒謬 和政府定定公共財政的操縮 和不負責任的態度和做法 主席我提出這個議案 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指出 政府在處理危害市民身體健康和問題的方面 是有明確的階級的歧視 和階級的偏袒 和自己的喜傲 而定定 我先後兩次主席就給了一份 這個九頁子的文件給了所有議員的 我不知道幾多人有看過 這一份的研究書 是指出 為什麼我反對這個大家煙睡 也都指出 富豪可以飲平酒 窮人是要捱跪煙 我裡面也都明確指出 吸煙對香港人的禍害 和對損失 一年可以去到五十三億 但是也都同時指出 這個飲酒 特別淤酒的禍害 也都列了很多國家 包括德國、法國、加拿大等等地區 對這個煙和酒 對市民和社會的禍害 的研究 不少國家的結果 的研究結果 希望局長能夠 仔細聽取 和在回應的時候 麻煩你說回 為什麼酒要減稅免稅 而煙呢 就是要大幅加稅 這個政策的荒謬 全世界我想是香港自由的 外國很多地方 是煙和酒的稅務 是相同處理 之前也是的 港英年代也是的 是自從唐英年做了這個財政司之後 就逐步把那個紅酒稅 逐步減 這是絕對有個人利益的問題 因為他每年喝紅酒 數字百萬計 上面的同學應該知道 香港那個階級 那個歧視性的問題 可勸上面的同學 又不要喝酒又不要吃煙 最好 最重要是不要做狗奴才 主要是有關煙和酒的分別 當然吸煙會影響自己 同事和辦事處做工 會影響其他同事 也會有二手煙的問題 但是喝酒的禍害是類似的 當然你喝酒的人說你喝到自己旁邊的那些 影響不到 喝酒創造的損失 包括交通意外 更厲害 死了很多人 早前都一個意外 死了六個人 那些是直接的 傷殘的數字也很多 還有喝酒的兩個 另外的禍害 較少人報導 香港人較少了解 一個就是其他的罪案 喝酒而涉及的罪案 聯合國做了很多研究的主席 這些罪案包括暴力罪案 搶劫 性侵犯 強姦 以及家庭暴力 數之不盡 局長 這些喝酒道成的罪案 你做過什麼 你有什麼鼓勵香港市民不要喝那麼多酒 所以 整個的心態 就是可能某些官員 特別我們的 州局長 對這個煙是厭惡 仇恨 真恨 所以我說他有這個心理病 是有這個仇恨煙的病 唐英年 就有這個 偏愛飲紅酒的病 這個政府的高層 是充滿病態的 等同香港也有很多人 有些病態賭徒 有些瘀酒 有些食煙 見不到 包括我的好友長毛在內 是不是 但是他們的病態 那些官的病態 是影響全港市民 長毛的病態 影響我和 旭敏的最多 影響我們社民人幾個成員 但是你們的病態 是禍害這個市民 因為你政策的偏袒 是製造錯誤的訊息 自從你免了酒稅之後 醉酒駕駛的檢控 是高了百分之二十幾 這是事實來的 你說我加了這個煙稅 會令到吸引人數少 接著有些團體 特別港大那些 我的服務中心 以前一個月只有十幾個電話 現在一個月有三百幾個電話 突然間覺得很受歡迎 這個稅制 影響到那些人 是戒煙數字多了 那可能多了幾百個 或者多了一千幾個 但是全香港有八萬九千幾 八萬三千九百幾 這是零六零的數字 有八萬三千九百幾 你多了幾百個就這樣 這個的容量 一家車撞死六個人 你怎麼處理啊 喝醉酒那些 所以很希望那些朋友 了解這個的加了煙稅 那些報犯 很偉大的 他說陳議員 你說如果你加了煙稅 我報犯沒有生意做 我們餓死街頭 如果這個加了煙稅 是令到香港人真的不吃煙的 我們報犯被這個犧牲 餓死街頭 我們最多是做烈士 我們沒有怨言 但事實不是這樣吧 事實就是加了煙稅 即時見的情況 主席就是過關的免稅煙 是大幅增加三四成 是香港政府不見了錢的 第一 那些人過關買免稅煙 你家有八個關口 日日是數以十萬人過關 你令到那些人過關的時候 買免稅煙回來香港賣 是令稅房不見了數以百萬計的稅收 第二個問題 就是這個走私煙的